这位前加拿大航天工程师是61岁的郑万平 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警方指控郑万平为之工作的中国航天公司是天仪研究院 根据其官网消息 该公司为中共直接控制的中科院 航天科技集团等机构提供小卫星的整体解决方案 郑万平在该公司的官网上称 他曾经领导了多个加拿大国家级航天重大项目的立项和实施 主持和参与过国际太空站 太空雷达 雷达卫星 科学卫星 试验卫星等大型太空项目 郑万平已在12月7日被捕 根据事实 郑先生涉嫌利用加拿大航天工程师的身份 为冰岛安装卫星站设施的协议进行谈判 他涉嫌代表了一家中国的航天公司 加拿大王家奇景还表示 外国行为者的干预是世界各国许多执法和情报机构的优先事项 加拿大航天局是加拿大关键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构成了需要保护的战略利益 加拿大情报机构一直公开警告经济间谍的威胁 并将中共列为关注的主要对象之一 新唐人加拿大记者站报道 加拿大冰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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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拿大冰岛